主席國務委員,我們部長和高東部,跟我們講完歐董事長 大家早,我有請這個部長 部長你好,這幾天大概報紙都會在公文報導 說你現在有汽油汽車,對汽車車,對國道客運也都有計畫要補貼 我看到今天的報紙說五月底以前不進入補貼檢討的程序 你是這樣說的嗎?不進入這個程序 為什麼這個程序要拖到五月底? 你今天五月之間 中科委員包括這有兩部分 現在就報上媒體上講的就是跟客運有關的有兩部分的題目 一個題目是國道部分 國道部分基本上業者他們訴求的是他們原來的 他們整個的票價事實上是在核定票價以下 但是他希望現在就是說縮減他們優惠的幅度 他們基本上是這樣子的行為 當然從消費者的角度來講 就會感受到價格會可能提高 然後另外一個是省道部分 省道的公路客運 省道公路客運呢 那他們現在的訴求就是說他們現在這個 目前核定的票價裡面的這個油價的價格水準 跟現在實際的油價價格水準 事實上已經這個已經破表了 所以他們是基於這個理由認為說 從成本考量他們就提出 希望能夠來檢討這個票價水準這樣的問題 當然這是一個程序他們可以啟動的 那他們一旦提出這樣的申請 公路局就會開始來走這個程序 基本上大概是這樣 那因為最主要因為是公路局他們大概是五月份的 這個剛剛開過嘛是吧 對才剛剛開過啦 所以像這樣一個程序 一方面就是啟動這個程序 前面也有很多的前置作業啦 然後另外一方面從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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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月來來做這方面的角度 就是你打算歲月這個我曉得啦 是 這個這個油價有很多的 包括計程車包括國道包括省道大家都已經受不了 這個應該我們用普通嘗試想他們的成本 就佔他們的營運成本都是將近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以上 到一半喔 你現在已經大家都撞不住了 你跟大家在翻臉的時候 你這個經過五月整個月的時間 你把它排入做好我要等到下個月 再審查的時候 才進入實質審查的程序 我覺得沿水就不了去 今天你如果是有擔當的部長 你馬上講 馬上審查 馬上啟動 啊 真的這麼夾接 真的困難 用以前有補貼過的那種救治 把它做一個新的這種政策來處理 這很簡單的問題 就等到各位 報告委員 我想 我想特別是針對省道這一部分 因為省道 省道科運事實上 他都平常就在接受政府補貼了 所以說油價並不是唯一的一個他們價格因素 我們這些都會通盤考量了 那當然現在當然就是說 政府也有一些其他的 政府報告委員 政府也有一些其他的配套也在規劃了 所以並不需要急於在這一時 這個這個 因為我認為這個問題還有點處理的時間 我們看看就是說 整個油價變動的趨勢 以及其他配套的一些可能性 我們再來做判斷 所以我想這一部分 給我們一點時間 也不會拖太久了好不好 沒有啦 你現在拖不久 你要用比較完整的配套措施 你要去做一個政策來實施 我不反對 但是你拖整個五個最多 這個我想我們 你拖整個五個裡面 你為什麼要啟動這個程序 跟委員這樣報告好了 我想就是按照公路局原來的表定時間 是這個樣子 那當然像這個事情 我剛剛報告過就是說 如果我們其他相關的配套 等等可以有進一步確認 當然我們也不排除 可以早點來確定這個事情 好不好 沒有啦 我也是經驗的 不然你不要講話 不要用時間 你像這個政策 忙有時間五個到五個三十 五個三十以前 我要不補貼 這個 這個 沒有沒有 不是這樣講 不是這樣講 今天報紙這樣講 沒有沒有 今天報紙這樣講 就是公路局這一邊 按照他們表定的時間 他們要 要真是 真是這個 這個開會來審 審議 那個是 排到 排到下個月 這是這一部分 但是 但是跟委員讓我講 講了齁 但是就是說政府 是不是有其他的配套措施 這部分 目前我在瞭解 大家正在努力 所以這部分 大概不會拖到月底 做好 你給黑肉 做不好 你給賣 我今天不來黑肉 也不來賣 但是我來說 拖了太久 這個我們會注意 這也注意 這也注意 報紙 這也注意 我跟你講 大家這裡的交通 我們這裡有案 大家是非常有水準 這棍子拿起來 要打屁股 從來沒有打 都說不下去 你看看這都有需要 所以今天我要請到部長 有一個問題 馬上要解決 我們國道客運的智慧管理不夠 我們現在國道客運三條線 一條列車的車道 一條中線中線 一條外線的間別 大陸你給他做一個比較 大陸他們 你看 大陸他們新建的高速公路 列車是超車道最快速的 他們有標示 中間也有標示 我們現在列車 車道超車道 標示 你如果沒有超車 塞中線 塞外線 都可以 這樣的時候 其中 那些要塞腳板的 都去 站在中 站在中 他們開的車 有時候只有八十 只有九十 那個貨車 急得要死 要看火鬼 我看要出口 我就跟你逼車 你要在國道多開車 才看到 這個要管理 所以我們現在 一定要把列車 車道的車速 你萬一 一百 時速 一百 一百 一十公里 你要塞外車 中線 你速速 低於一百公里 你要塞外車 這樣比較有力 你如果沒有 你就是海市 要燒車 我就塞中線 我就慢慢 我哪裏 你後面 噗噗噗地 然後 他就說 他還說 你還沒辦法 所以 我這個 建議 人家中國 在做 我們也要學 人家中國比我們更好的 民主比我們更壞 高通 交通管理 我們還是要學 這樣好嗎 對啦我想委員提了這個問題 提了好幾次啦 我想我們 我們會要求 我們會 我以前是烏龜車 說我們是 我在修法 立法 滅車 就說硬為超車道 但硬為超車道 把這個燙手山魚 丟到 丟到 丟到中間 丟到中間來 中間來 變成客車 跟貨車 在那邊 因為 我塞在中 我就不會塞旁邊 我不要塞在 開車最外面 這個現象 已經都發生 非常非常非常 每天 幾乎 你上過道都可以看到 所以我請 補長 沒正視這個問題 這個才叫 智慧的管理 你不可以說 只處理多 面線 村的中間 讓他在那邊 這個也不對的 所以你要把 想面線 低於110公里 三個中間 低於100公里 塞在外面 這樣來 大家的 開車的層次 分明 我如果有一個速度 我就要塞 多一條 我難到一個速度 塞外面 這樣對塞 開車 塞廢車 也有一個功倍 這個第一 所以 部長 今天難得 有貴客來 歐董事長 我不是要來接受 我只有 有貴的事情要請到 可以請你去 我部長的情報主 謝謝 謝謝 恭喜 當事長之後 都高鐵 我每天 幾乎每天是你的 謝謝 就是因為大家的支持 感謝 我這個委員 但是 大家 給你 給你肯定 謝謝 管理人也很好 我們黨的 相心力 素質都非常好 謝謝 我請教一個 題外話 最近報紙 對於執政 好像也講到 就是說 馬英九 先生 也可能把你列入 副總統的連選 有這些事情 我想 這個 不 不管今天的 這個事 沒有這個事 請教 如果有 大家共有 一定 才幹能力 應該是 可以 勝任 沒有問題 但是 要記得 開靠東部 才勞動輸 大家提拔 部長繼續做 沒辦法做 我盡量把服務的工作做好 部長 董事長 我請教 你的五年到的時候 高鐵一個最大的挑戰 就是要貧氣 通通要煩 這是你最大的挑戰 你的最大的困難 就是說 當主的攤體 那個二十五年到三 那些事情還沒了嗎 還沒有 我想這個需要 一個是合理化 就是 怎麼樣讓這個物質的使用 應該從你營運的時間 計算起的 而不是從你在施工的時候 來計算你要貪體的時間 這個應該是 這個當然 在 當初 我想部裡頭 做這樣的設計的時候 也有這個 無形中的期望 約束說 投資的廠商 能夠把施工起 盡量的 控制 那這個是 我覺得也是正確的 那麼 但是呢 我現在只是說 我們在考慮到一個 合理的極限 是它的折舊的連線 跟物質的使用連線 它應該在比較接近的方式呢 就會比較容易 這個反應到 它實際經營的困難 就我所了解 餐體的問題 你假如沒有處理的話 那你們這五年期間到的話 本席一定要一起煩的話 對你們是一個非常非常大分難 要把它打到平衡 幾乎 幾乎不可能 我想這個還需要大院 跟政府的支持 我們這邊高農委員 我們是一起的喔 謝謝 裡面有什麼問題的 部長布格 我們是一起的 這個是要重新計算 大家重新來 做一個協議協商 是 這個是一個合理的方式 對啦 現在就說你 你們的以前的計算 那個標準是十四萬一文 十四萬五千 現在多少 現在十一萬多了 現在還要省三萬 要怎麼去找 我想這個 在整個大環境改善的時候 特別是開放觀光等等的 這些都對於我們的 都有幫助 都有幫助 我剛剛也報告了 我們這一年 在第一季裡頭 跟去年的第一季來比較 我們已經成長了百分之十一 董事長 現在要問一個比較困難的問題 是 雲林 在地基下限 因為抽地下水的關係 你做最壞的打算 什麼時候 如果墊高已經不行的話 可能要影響到高鐵的行事 例如做這樣 時間 你有沒有把另一個時間表出來 這個一直在我們很嚴密的監控之下 幾乎是每班車在走的時候 它的行進 它的變形等等 都有測量 這個都是即時 所以 我覺得安全 我們是在掌控的 因到下限的速度 然後我們有技術上的變高 但是 已經沒辦法 堂哥 懂得得到 你一定再下去了 你們有沒有做一個最壞的估計 說 那這樣的話 可能七年以後 八年以後 十年以後 可能要暫時停止行駛 你們有這樣做嗎 停駛我想是不會 不會喔 因為 會減速下來 就是說 如果真的到了某一個程度 調整它的某一個區段之間 速度的調整 是有可能的 大概時間多久了 我最早的估計呢 是大概營運開始 差不多 再從過去來講 差不多十年以後 時間 但是最近 因為看到 陳縣王這個高鐵這附近 來靠近 所以我們就提前進行了 第一階段的調整 那麼第一階段調整 我借這個機會 也跟委員報告了 我們在4月29號 已經完成了第一階段調整 所以把原來超過警戒值的 1500分之1.19的 這個警戒值 我們現在已經調整完 降為1500分之0.66 所以這個空間呢 馬上又可以騰出來 使我們的這個 暫緩的空間呢 更能夠掌控 好啦 謝謝啦 謝謝 感謝 謝謝